三年前在授旗典礼上挥舞旗帜 带领冬奥团 他是这次热出商务舱风波的 中华奥会主席林洪道 2014年担任主席连任至今 红国集团二代的他 还曾转入24亿掏空案 没有啦 2015年第一时间 只有他的哥哥林洪明被约谈 林洪道走一步 驾驶豪华帆船 用小三通管道开溜到厦门 案件侦办到最后 监方竟也没发布 后续结果 至于总领队蔡成威 在2006年到2014年担任主席 他是国泰集团二代 商界两人把持中华奥会15年 网友质疑体育界被财团绑架了吗 在台湾你要办活动 你就必须要募款 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职业化 第二个就像我刚才讲的 市场这个很小众 那你必须要有人来捐款 我们讲的是个金主 所以金主很容易就成为 这一个体育运动的主导者 体育人才养成不易 不少体育协会蒙头 都有有财力的政商界人士担任 协会不少都有家庭式 或师徒制的派系握有实权 尽管喊出改革但需要资金扶持的体育产业始终无法摆脱就有势力 15年后仍由商界掌握主席龙头 网友大叹封闭体育界 恐怕人事漏洗难改 下期会带上王英竹台北财富报道